小伙伴们 昨天我的舞姿 有没有迷倒你们呀 跳得如何呀 那今天呢 我们首先呢 先来抽出一下 我们今天要惩罚的内容是什么 好像我心里有个数啊 非常迫不及待想知道一下今天我要干嘛 吃柠檬 我现在 我现在这口水已经掉下来了 我已经掉下来了 真的 让我把口水淘一淘 不过呢 说实话 这柠檬我还是挺喜欢吃的 所以呢 今天这个挑战我其实并不是很慌啊 好了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挑战环节吧 天天玩游戏 日日看板娘 我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拼帝国王小薇 今天是我在和平精英里接受粉丝挑战的第30天 上期视频中点赞最多的是这位叫做导演 是个欧皇的同学 他让我挑战的是单人四排 用6倍AK并且在灵敏度为零下吃鸡 相信很多小伙伴现在都很诧异啊 肯定在想啊 为什么你在零灵敏度下可以正常速度转动屏幕 肯定是作弊了吧 哼 我这么诚实的人 怎么可能作弊啊 你们还记得吧 上一次我不是挑战过一次灵敏度最低持极吗 当时屏幕是真的滑不动啊 可是后来有很多小伙伴私信我说 你可以调快鼠标的移动速度啊 所以今天呢 哈哈哈哈 我就调快了鼠标的速度啊 我要是再不想点应对政策 那你们还不得上天呢 哈哈哈哈 小伯妈 好奇怪啊 这沙漠图为什么掉人掉得这么快啊 这才第三个圈 就只剩十一个人了 你敢信啊 这局不会是外挂吧 我听到车身了 就在我头上 你俩小子干啥呢 是不是要和我抢地盘 还跑 我去 我这个随缘枪法居然还能扫下来一个 另外一个 你也甭想跑了 我去 这里我被AK简直压不住啊 算算了 咱们还是先把他队友给补了再说吧 小伯妈 这个人也太怂了吧 自从把他队友补了之后 是死活不录了 不管我怎么勾引 他就是不出来和我对枪啊 真的是没意思啊 算了算了 喝瓶饮料 咱们换个位置 不喝他完了 嘿嘿嘿 别打我 不行不行 这个位置不能待啊 咱们得换个位置 我这半天只听到枪声 却看不见人呢 这人 不会是个透视吧 怎么一直在窗我呢 还是我这里是空气墙 他看得见 打不动 不管了 反正他不在安全区 今天说什么 我都要把他给卡死 看到他了 还跑 还停下来准备击我 我就不和你对枪 就不 哼 不给你机会 你记不记 哈哈 要跑毒了吧 让你赶赶打我 还打不打呢 啊 跑 我让你跑 哼 打定 车上还剩四个敌人了 我们会是1v4吧 我听到车身了 哦 还剩三个敌人了 稳住 今天应该能吃鸡 我看到人了 但是他们那边打起来了呀 趁现在 我得赶紧找机会进圈 小爸爸 我是好不容易混进圈了 那人还在刚刚那棵树后 但是 我不在圈里呀 哎 感觉有点难啊 这把 还用枪头 还有机会 来呀 对枪啊 我是不会怂的 这什么情况呀 我三机头啊 这么看M24一枪 就把我给打死了 而且我的血量 在75%以上啊 这个人 有问题吧 哎 小本妈 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 自从我给自己 挖了个坑 增加了一个这个 惩罚环节之后啊 我这就 成功率是直线下降啊 我觉得这个 一定是中了什么魔咒啊 不管是戴二师兄 还是不戴二师兄 反正我都是吃不了鸡 也无法挑战成功 这什么鬼啊 哎 好 愿赌付出啊 咱们今天吃柠檬 吃柠檬啊 哦啊啊啊啊 其实我说什么 喜欢吃柠檬 这都是骗人的 哪有人喜欢吃柠檬啊 这柠檬也就泡泡水 泡泡柠檬茶好喝 这真吃柠檬 这是人吃的吗 你们有人这么吃柠檬的吗 你们老实说啊 有人这么喜欢吃柠檬的话 在评论区留言 我给你记一个过去 好不好 我还没吃呢 别激动 这瓶得先拔了 是不是 这是非要的干的 就是非要的干的 啊这子 我去这谁买的柠檬这么酸 瑞塔小姐姐 你给我出来 你们看我很吃神 我都吃下去了 好酸啊 天哪 好了小伙伴们 柠檬也吃了啊 下期节目啊 给我留点简单点的挑战 好吧 在评论区留下 你想让我挑战的任务 点赞最高的那一个 我会去玩的